大家好,欢迎来到python自动化运维及web讲库系统的课程 上一节课我带大家完成了展示所有APP,然后还有分组这些 然后还剩下了三个功能,一个是分页,排序,还有画统计图 这三个功能大家看一下我已经完成了分页,排序,统计图这里 这个是用highcharts来画的,后面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先来讲一下排序 上一节课给大家说了,我们用的安格拉JS,它自带有排序的一个功能 看一下这里面有一个叫orderby orderby哪个字段,我们就直接可以排序 然后后面还可以加参数是升序还是导序的 看一下我是怎么做的 我这里面升序的话,我这里面后面有一个echo,表示它是升序 再点一下导序,升序导序,然后那host来 然后这个echo就在host的后面 看一下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实现的 安格拉JS有一个双向绑定的一个功能 首先我们表头,我们要点击表头这里面排序 所以说肯定要做表头这里面单独存一下 看一下我们表头显示在这里,我们先把echo去掉 看一下没有echo了,这里面没有echo了 但是它功能还是有的,只是没有显示出来 这里面我们用了一个循环,循环代表头 我们看一下我们在这里面将内的一个数值 Name,状态 显示的Name,显示的Name,我们一般采用大写手字母 然后还有它的class class里面占着波神力 占一个,host的这两个Name Name还有lastUpdate Operation操作,操作这里面我们 这里后面隐藏掉了 然后我们循环这个数值 循环表头这个数值 然后把class复制给它 这里面是显示的一个Name 后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表示的这个 echo上下浮动的这个 我们在后面创建了一个 创建了一个 我们创建了一个叫sort的一个对象 它有一个叫列色 状态 还有一个排序的 一个design true or force 这两个属性 这是我给它默认的属性 是我按照状态 然后还有 design or force 这样的排序的看一下 这里面我们这里面有一个 sort 点design Waterby Waterby哪个字段 这个就是字段名字 后面是它的升序还是导序 双向码定的它就第一个就站在这里 然后我们怎么表示它的 echo呢 上下的echo 看一下 这里面这个是 这个echo就是表示向上的up 这个echo表示向下的 当 当 sort这个对象的名字 与 这个header这个名字 显示的名字相等的时候 我们点有个点击它的时候 相等的时候 它就会显示成 显示出来 NG秀就会修出来 NG秀它就会是一个true 后面还有加到一个排序的 一个true of force 它就会显示出up 哪个是up,down 因为我们默认第一个 第一个是状态 所以说它第一个肯定按照状态来 升序来 假如我们点一下host 我们就会有一个方法传过去 这里面 NG click,change sorting 看一下 参照说品 然后我们把 header 拿个字段传过去 传给 复制给sort的crown 排序的一个字段 sort点crown 看到没 这里 这里面是当它 当它的字段表明没变的时候 我们就改变它的排序 升序和导序 如果它到了字段 不相等的时候 就比如说我们点这个的时候 它还是host 没变 所以说就改变是升序导序 假如名字不相等的时候 我们就选择 按照这个 个名字来排序 然后默认的design 还是force 所以它就会出现这个效果 看到没有 大家可以下去研究一下这个代码设计 你们也可以有其他的设计模式设计方法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升序导序 这个排序就有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分页 看分页之前 这里面 以前我们拿到所有的 例子的是 我以前是写的是APP list 是一个list的 现在我变到一个方法里面去了 然后我们把filter也集中 集中在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下 getfilter getAPPbyfilter 这里面是过滤filter 就是根据filter过滤出来的list 然后最后返回list过去 这里面我们找了一个分页 分页的话 我创建了一个对象 叫page action 这里面有个current page current page 我们这上面有个default page 就是第一页肯定是 然后这个enter page 就是说 每一页显示多少 条数据 我这里面 每一页显示的是两条数据 total total number 就是总共有多少条数据 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条 第一个是默认是0 然后所有的pages也是空的 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分页 有一些分页的话 他们是采用的是请求分页 就是说 当他数据很多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这个谷歌的这个 他不可能是一次性把所有的数据加出来 我肯定点二的时候 他会发出另外的请求去加载 然后我们这里的 我们这里的话是把所有的数据 全部给加载出来了之后 我们这里分页他只是进行一个判断 他没有重新的请求到服务器去拿新的数据 我觉得这种方法看你们怎么选择吧 像我们如果几百个几千个这样的APP的话 是完全可以的 因为现在硬件也跟上了嘛 没有必要采用请求分页的嘛 但如果设计数据特别多的话 你也可以采用请求分页 但那个时候这个filter的话就 可能只能够filter当前页面的 就是当前加载出来的那些APP 不可能去后台页了 看你们怎么选择 我觉得像我们用这种统一把它加载出来的这种方式 完全可以接受 而且效果也很好嘛 我们用了之后感觉 还要继续讲一下分页的一些实现 在这里面我们拿到了所有的APP 通过filter之后的APP 然后复制给它所有的配置 配置是每个push 然后total配置的话 它点认识就可以了 这里面就有了 分页 有了之后我们强谈怎么把它表示显示出来 分析秀出来 怎么表示它是当显示哪一页 怎么显示 你看我点二页的话 它就显示第二页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把每一页显示的条数换一下 我当时显示的是两条 现在我每一页只显示一条 看一下它就有三页了 就page one in total page three of three app 就是在当前是第一页 总共有第三页 然后总共有三个APP 看懂得吗 然后我表示第三 在第一页 总共也只有一页 总共三个APP 看一下代码 在这里面直接 直接这样显示出来的就可以了 好 最上面这个 这个判断就有 这里面就有两个判断了 首先 大家可以看一下 page actor 乘以 current page 减一 就是说我们 这里面这个逻辑 大家自己去了解一下 看一下 理解一下 还有这下面就是跳转页面的 然后这上面也有一个跳转页面的 跳转页面的 这现在跳转不了 我们把它改成二吧 改成一 然后再用filter的话 它说filter是filter商业的 你看 这个filter出来了之后 只filter出一个APP 它这里面所有的list都会变的 去掉之后 去掉之后 看 然后跳转页面的话 按第二页 传过 就传个第二页过去 第三页 但是换成二号一点 这就是大概是分列 大家自己下去好好看一下这个代码 看一下我是怎么实现的 理解一下 你们也要学会看别人的代码是吧 你们只有看到别人的代码 理解一下别人的思想 到时候你们也可以 首先跟着别人的思想做 然后了解一下 后面你们就自己装身理解 然后写出自己的有风格的一个代码 很好的代码 你可以看看哪些代码比较好 好 分页下呢 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画筒基础 画筒基础的话 我是用的是 HIGHTS HIGHTS 我们来个中文的吧 H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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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中文版的在线演示 看到里面有很多种图 很多类型的图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很齐全的他画图是 这个HIGHTS HIGHTS 很强大的一个功能 很多公司都在采用他 我们就用他的 然后我们用的是时间不连续的曲线度 因为我们发APP过来 发请求到这里面来 所有的统计的数据啊 这些时间也不是不一定的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API是怎么去拿的 看看下我们的API API APP 啊 弹错了 POST 嘛 像我拿出来的统计图 它这里面是 ID APPID 然后这里面是数据内容 时间 时间是我们算在 时间戳来的 因为我们HIGHTS 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代码 它要的时间也是时间戳 看一下我们是怎么显示的啊 这里面 HIGHTS 我们留了一个位置 留了一个DIV在这里面 然后我们这里面有个做details 就是说我们每 每一次点这个APP 点这个T 点这个T 点这个Tag 的时候 它就会去调用这个方法 做details 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 我们把APP传过去 当前的APP 传过去 Event传过去 Event就得到 这里面是做History 它也是去拿History 是上节课完成的 然后做HIGHTS 这里面我们有一个叫loading的 就是说我们去拿的时候 我们要展现出去 请求有一个loading 你看一下很快啊 这里面有个loading的一个图示 很快啊 这是本地的话 当然就很快了 如果你是真正的在网上拿 肯定会有很多言词 所以说我们要很友好的显示给它 我们这里面有东西正在加载是吧 就有一个叫loading 一个图片给它看一下 然后加载了之后 我就把这个loading的History 围空 围空了之后 后面我们再画图 处理一下数据 看一下我的数据怎么处理的 最后我们 调用这个做History的一个方法 画图 最主要的是把数据传过来 看一下 这里面我们支持各种个人图 支持人现状图 然后也支持柱状图 看一下柱状图的一个效果 看 它X轴的长度是根据时间来自动判定的 我们这样就你看这里面相差多少个小时 0.7.52 这也是52 相差的很短 都相差的很短 这里面是相差 01 02 相差一分钟 我们就可以看出到时间的一些降格 发的 发请求的一些时间的一些降格 频率啊 这些是吧 我们就很能很能够通过这些数据 分析一下 我们系统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我们 这个 取名叫Severfree 我们换成条形出来是吧 假如这条路就是显示成我们磁盘空间的一个比例 比如说我还剩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三 使用了百分之三 比如是使用了百分之三 然后到这个时间段我们使用了百分之六 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是使用了百分之六 我们这 就可以看见出我们所有的一些 数据的一些趋势啊 这些是吧 我们这里面还可以给大家上搜索时间段啊 这些 我 我这里面就没给大家加了 好 效果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这个前端展示的页面 所有的功能呢 就全部就实现了 如果你们以后要加什么功能的话 也可以加 前端页面就展示完了 这个 然后后面有一个叫 manage的一个页面 就是配置的文件 如果我们每个APP的配置是不一样的 到时候我们 根据它的配置来做相应的一些处理 我们下节课就开始进行这个manage的页面 设置后台设置的一个页面 今天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